那么监察院日前所公布的政治现金申报资料当中 韩国瑜就被指一说当主席吴对义给他的4000万元 还有其他金主当时在九合一选举给的好几百万 怎么都没有列入明细当中呢 对此韩国瑜他也气炸了 他怒呛说我三个月前就有说过 这个我如果有收这些钱的话 我就退出政坛 好在最新呢他又再讲一次 他说讲完现在大家听清楚了吗 好但是他这样子大动作也怒呛回应呢 名嘴黄光琴就指一说 帮他募款的吴敦义从来都没有否认过 好他呼吁说韩国瑜不要急着生这么大的气 如果再不公布相关明细的话 检调应该要介入调查 好另外还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他也爆料说 高雄市长韩国瑜他不批公文的都是副市长在批 好对此韩国瑜他今天真是不断的火大 那么针对邱明玉的说法 他就反击说邱明玉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我每一天都批十件公文以上 好不过其实韩国瑜他才刚刚当选了高雄市长 就想要选总统吴兴于市政 好像多数的选民都有同感了吗 反映在数字上面 根据最新的品观点民调显示 这个韩国瑜他是连续两个星期支持度 都输给要拼连任的蔡总统 好甚至还有高达百分之三十七点一的选民 是支持国民党应该要换掉韩国瑜 好那么现在韩国瑜对内的呢还要力拼整合 不过看起来党内的包含王金平跟郭台铭 跟他是迟迟联络不上 那么柯文哲最近也力拱郭台铭自己出来选总统 三个人会怎么样来结盟呢 前天晚上柯文哲他会面网友依旧不忘标榜说 我跟郭台铭都是台湾目前急需要的危机型领导人 不过他被追问说 那万一郭台铭到时候不选的话 你自己要拼下去吗 那么柯文哲当时就回答说 好啦那就这样吧 另外他也不忘把炮口再对整绿营 虽然蔡总统说光喊喊口号谢谢脸书 是救不了国家的 惹得蔡总统在星期四回呛说 难道是要总统什么都不要讲吗 民进党中央替蔡总统举办了 挺婴回娘家的活动 跟妇女组织座谈 包含蔡总统还有当主席卓榮泰都亲自到场 蔡总统在致辞的时候特别强调说 现在无论府院党党团都非常的团结 是有史以来最团结的时候 好这分话就像是在对于近日的纷扰 澄清说党内没有不和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闹内讧了吗 好这是叫做麻花歌的陈佳人 他事到地检署暗铃控告 姓人歌无欲权涉嫌毁报 好两个人只因为政治立场相左 现在隔空护杠 好被誉为情歌天后的歌手梁静如 2010年嫁给丈夫赵元彤 婚后育有一子 那么一家人生活看似幸福和乐 今年2月份两个人才到马尔地夫 欢庆结婚9周年 好不过没想到其实现在金爆 两个人早就签字离婚 9年婚姻画下句点 那么对于这样的传闻 梁静如的经纪人没有否认 不过他只说不介入一人的私事 一人丁小晴近年来官司缠身 还跟弟弟发生了好几次的冲突 闹上警局也闹上了新闻版面 不过传出14号晚间 丁小晴的母亲发现 这个儿子在家里头暴病身亡 身体还出现了失斑 那么警方获报进入屋内搜查 发现里头有没有喝完的高粱酒 还有大量的药物 那么一家人对此都是相当悲痛 台大校园内有25年历史的 第一小吃部是提供评价餐饮 相当受到学生跟师长的欢迎 但是却在7月底吹席灯号 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连校友都很讶异 那么没有办法续约的原因 似乎就是因为小吃部 没有办法达到校方要求 一年内的营业额要有500万元 对此小吃部的老板娘说好错愕 因为她说过去都没有类似的规定 但是台大合作社则是表示 招商过程都是经过 开会才决议出来的 台南市新营区有一间彩券行 昨天晚上遭到两名蒙面歹徒行抢 短短20秒钟 一个人是持长刀控制身杖店家的行动 那么另外一个人则是搜刮了2万元现金 犯案之后 从容的搭着接银的车辆离开现场 不过警方在获报4个小时之后 在云林逮捕了3名嫌犯 追回8000多块钱 并且依照强盗罪嫌 将歹徒移送法办 给您最新的天气消息 西南风增强 再度的替中南部带来豪大雨 气象局发布了豪雨特报 那么预计在16号呢 彰化以南南投地区 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 那么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 雷吉还有强震风 由于中南部持续降下豪雨 全出灾情 气象局启动较大规模作业 也加强更新预报频率 同时论会也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 提醒大家不要到西边去玩 以免发生危险 至于高雄桃园区 那马夏区 也因为豪雨特报 雨量预估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宣布星期五一整天 停止上班及上课 那么邻近的日本状况如何呢 今年第10号台风科罗沙 下午从西日本广岛南方登陆 带来了惊人风雨 那么交通是严重受到影响 树木电线杆招牌都倒塌 目前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死亡 25个人受伤 那么另外在日本海一侧 则是出现了焚风现象 星系台内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温 摄氏40.7度 那么在星期五一整天也会持续高温 那么星期四这一天也是日本 二战中战七十四周年纪念日 全国战末者追悼仪式 在东京武道馆举行 在五月份刚刚即位的天皇 德仁夫妇还有首相安倍都出席追悼事 那么德仁致辞的时候表示 希望在深切的反省之上 不会再有战争惨祸的发生 那么首相安倍晋三今年依旧没有亲自参拜 晋国神社 而是委托代理人供奉祭祀费 那么外界就分析安倍晋三这样的举动 是因为不想激怒 包含中国南韩等亚洲邻国 提栏消息来关心的是MLB的最新战况 杨基队最新在主场拿精英队来进步 一举下半靠着打击手桑气司的三分炮 单局就攻下了四分奠定胜利基础 中场杨基6比5拿下五连胜 好总结杨基今年对战精英 是以16连胜结束 同时还赏给精英61发的全雷打 好这个数字是双双创下了 大联盟的历史记录 最新消息 彰化是从晚上10点多开始 下起强降雨 好多地方陆续传出淹水灾情 包含火车站前的光复录 彰化女中 彰化分局 中山国校 好甚至来到花坛 张园路一带 还有靠近河美 张兴路一带 低洼处全部都淹成一片 那么积水最高是淹到成人小腿度那么高 民生地下道的水位因为太高了 暂时封闭 彰化分局地下停车场 也一度水淹了进去 目前是先堆沙包还有水闸门 防止更多的雨水灌入 这是最新消息 也提醒彰化了民众要特别注意安全 好 接着带您来看看的是高雄市长 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 晚间回到云林来参加虎伟地区大普渡 不过就被问到说 这几天韩国瑜不断的有爆料 像是喝酒 打麻将 还有选举经费的质疑 李嘉芬说 一笑指之 中元节的重头戏 我们再来看看恒春树菇棚 晚间登场了 32支队伍壮汉肉搏牛油柱 那么最后是由在地队伍德河福星宫 他们只用了8分钟就攻上了菇棚顶 抢先夺的顺风棋 星期四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元普渡 全台大街小巷 从中央主管机关到民间企业 都在中午时刻摆满了一场桌的贡品 要请好兄弟们饱餐一顿 而民事全体员工也在下午一点多 在民事总经理廖祭坊的带领之下 一块拿香祭拜 祈求平安健康 国泰民安 中元除了普渡之外 另外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放水灯 有355年历史的桃园五福宫 14号晚上由桃园市长郑文彩 打头阵带领放水灯 五福宫是全台湾武财神庙的开机圆祖 每一年都会吸引大批信徒敲锣打鼓 今年加上烟火秀 花车游街等 活动增添了热闹的气息 慈善基金会洗手台北文创 举办人间公益影展 一连六天免费播映 国内外14部励志电影 今年迈路第八年了 特别鼓励乐林族群快乐年龄 调试心境 拥抱第二人生 电影探讨的议题包含勒林关怀 身杖无碍以及儿少教育等等 台湾是水果王国 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吃 那么相对来说冰天雪地的东欧大国俄罗斯 农产品少通通要仰赖进口 那么农委会为了拓展新市场 是特别和经济部外交部力推台湾优质农产品 插旗俄罗斯 只有头发十分之一的蜘蛛丝 强度却是钢丝的五倍 好 究竟有什么特殊的DNA呢 广告回来带您来了解 今天的全球新观点 我们带来解密蜘蛛丝 放射状的蜘蛛网 好像是捕梦网一般 非常的梦幻 好 但是一条直径 只有头发十分之一的蜘蛛丝 为何坚不可摧 还具备了粘腹猎物 还有抵抗外力等等的功能 好 这个秘密可能是在于DNA 还有结晶结构 美国生物学家就收集了 50个种类的蜘蛛 研究它们蜘蛛丝的成分与结构 看是否可以借由生物技术 来复制蜘蛛丝蛋白纤维 那么未来要应用在 包含纺织纤维的产品 以及医疗化妆用品上 好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那么新学期也即将到来了 有书包业者多年来 搜集了亚洲学童的体型 升高等等数据 持续不断的研发 最新推出了一系列的新商品 书包采用三层 轻量减压材质设计 耐用而且整体重量 减轻了20% 除了符合人体工学的创新设计 可以有效减压分散书包的重量 还通过了经济部 MIT微笑标章认证 让孩子轻松悲快乐去上学 在都市里跑酷一点都不稀奇 我们新闻最后要带您到 土耳其的古城里头 一块来体验跑酷活动 我是刘芳慈 感谢您收看 晚安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